今天金家宜跟她一宫姓来一宫姓王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就是那个邱尊的回路 这个是她写的回路一宫十六多万字 还没写完 这只是其中的三部而已 她最后一部北索风云录 因为台北看守所不准她寄出来 所以她有第三部还没写完 嘉宜这边花了很长的时间跟她一来一往同性 她只是说后来谢师傅出生 所以我就找了慧芳 接手后面的工作 因为来我也是被她害的 但是各位 我们的工作是长期是努力的 那那个谢师傅以后就会是我们未来的团队 要等到那个时候吗 太久了 就是邱和尊救援博物馆 馆长好不好 邱和尊救援博物馆 那我们请一下嘉宜想一点点 她最后她参与这个邱和尊 从那时候没有人知道的案件 她怎么参与一点点 然后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课程 大家好 为什么会参与 那是因为我去参加二十万 然后那段时间是在等待一个 有点小 这样听得到吗 有一点小 你有一点小 好 好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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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时候我参加书案的那个 呃 呃 呃 就是律师团的助理 对 然后那时候 呃刚好是 是 李昌玉 对 李昌玉博士她在做鉴定 那呃 就是呃 做完之后 就是需要 就是等待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法院很多的 呃 文书啊什么之类 所以有一段空档 那那时候就呃 听到说呃 有秋和顺 她的事情 她就开始 就想说 那既然有空 那就呃 呃 开始认识秋和顺 对 她那时候呢 呃 看到秋和顺 她的 她的那个卷宗 好可怕哦 好可怕哦 你们 刚刚有提到吗 她 她 她那个卷宗我看到 因为呃 呃 我们要开始关注 那律师 呃 就说 我们得知道我们手上 就是 有没有全部的 按 按据 那是 对 哦 是这样吗 这样有比较好 那 就是 呃 所以我们就是那时候就是 开始她的每一个 按号 就是 开始去看 对 说那个卷宗 到底有没有 全部都到 然后 通常是 感觉是好几年强 然后 我已经觉得 那个 苏健和她的卷宗 非常多 然后多到我已经觉得 我有点受不了 然后那每天 下班那边 就是看那个卷宗的资料 已经觉得很 很累了 然后没想到 我看到 秋很帅 她的那个建筹 那时候 是 哇塞 那个 呃 我印象中有三 三 三 大柜的 那个 整个到天花板的 那种柜子 而且是两面都有 对 就我印象中的 然后是 他一个个去对 说 呃 哪一天的 哪一个的是 呃 有没有缺少 对 那是 很 很 很头大的一个工程 对 那 呃 会对她开始去信往来 是因为 呃 艺名 就是 但是 主要是说 如果 呃 我们不认识 这个人的话 就是 其实 我们对一个名字 一个空洞的名字 很难去 呃 小兄 要关心她 对 但是透过有回应路 从就是 认识她这个人 就是从小到大 发生了一些事情 那 就是 她是对这个人 是她是有血有肉 然后我们是 很鲜明的 可以看到 呃 她的存在 对 所以就是 呃 艺名那段就跟我说 因为我不知道我可以做什么 那艺名就说 跟她通信 就是鼓励她写信 对 所以 就那时候 反正她只要写信来 我就会开始看说 艺名里面 有什么 我觉得很有趣的啊 或者说 可以再 可以多写一点啊 之类的 就是 开始慢慢就是 呃 跟她就是这样子 有来有往 然后也变成 我那段时间 我 都会很期待 我可以 就是 收到她的信 对 就很有趣 她的文笔 我觉得很好 她都一直说她不会写 但是我觉得 她的那个 回忆录啊 会有一种 呃 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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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她会用那种 台语 翻成国语 对 然后就是你在看的时候 就会有一种 那种 呃 就是台语的那种 那种 很有趣 然后我会看到很多 呃 因为她是我爸爸那个年代的人 呵呵 对 所以我就会看到就是 她小时候的生活 那因为我是都市的孩子 那她是那个就是乡村 就是重点长大这样 然后她就会 描写她田间的趣事 然后就觉得 其实真的很好玩 就是在跟她做 呃就是 呃 写信当笔友 都说我有一个嘛 冰友 对 然后呃 就大概也是 分享到这边 没有担负大家的实践 然后我有带一锅 红豆肉 哈哈哈哈 哈哈哈 还跟随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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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这边哦 其实阿顺哥 其实邱文顺不是 他是真实的一个人 他不是报纸上一个 就是很冰冰的一个名字而已 那我在那边出卖他一下 就是阿顺哥是很幽默的一个人 他在 从他的 他回憶里面有写一段 写什么 他说他以前 在社会上的时候呢 常常跟朋友去 去酒店喝酒 去酒店喝酒 但是呢 他的朋友呢 都会带那个酒店的小姐出场 但是呢 他写了 可是我不会带他们出场 我都带他们去创查看夜景 就这样 哈哈哈哈 怎么没人笑 哈哈哈哈 没事没事 哈哈哈哈 各位那个 我们在这里啊 绝大部分都不是学金打率的朋友 那 嘉宜不是 快光不是 大家都不是 那可是啊 各位 那个 邱和尘 有台湾最好的律师 如果大家 甚至这些律传 你知道他们 台湾现在最优秀 最资源投资的一个 一群律师 这个我敢打爆掉 可是啊 他们花了自己最大的力量 救不出邱和尘 救不出 因为他们碰到的问题 不是法律可以解决的 不是律师可以解决的 那需要社会的关心 需要非法运营的投入 给他们的力量 要把这个律传救出来 解决他 解决台湾 然后司法一直没办法解决的问题 这一块如果过不去 台湾的司法没办法更进去 这也是为什么司改会 会那个 化石大力气 做这个案子的原因 那我们今天 最后 有个问题 好 那我们下一次活动的地点 都知道 好 然后呢 如果你希望看邱和尘的回路 写Email给惠方 或跟我们讲 那我们有电子档 那如果是 你自己白天有空的话 你要看原稿 在这边都可以看 那邱和尘的卷宗资料 也可以跟惠方联络 那我们都很愿意提供给大家 像那个陪林上司去看 就剪掉了律师的那个 书状过去看 好 那那个 那再来 那我们就活动就到这里 那如果想吃 还有要照相 要照相 要照相啊 要自己给他呀 好好好 好好好 等下 刚刚没有留名字 要留下来 写一下 刚没有名字 我先照相